市面上的鐵板有著許多種顏色 每個人的挑選基準都不同 要判斷天氣、場地、季節、鵝魚的種類來挑選要使用的顏色 這次我會以更簡單的方式來介紹鐵板顏色的挑選 鐵板顏色種類 鐵板顏色組合有非常多種 細分下來會非常複雜 但也可以簡單分成三大塊會比較簡單 自然色會像是最常見的鵝魚 例如沙丁魚、蹄魚類等等 大部分鵝魚背部都會是藍色、綠色、黑色 而腹部是銀色為主 只要是魚的顏色都可以稱為自然色 在水中雖然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但是非常自然 讓魚對鐵板的劍心也會相對減少 我們台灣的安拋鐵板吊科最常使用的顏色就是電鍍銀 日系廠商大部分都會做雷射銀的同時 背部會加上許多顏色做搭配 例如藍銀、綠銀、黑銀都是不錯的自然色選擇 顯眼色 跟自然色相反 是屬於在自然界不存在的顏色搭配 但是不管在水中的反光或是較遠的地方都可以明顯注意到 顯眼色的代表色就是金色系 例如紅金色、綠金色 光線比較不明亮的早晨、母光和黃昏夕陽最適合使用金色系 或是水灼時在水中呈現也非常明顯 顯眼色的另外一個代表就是粉色 在有些日本鐵板專家中是很信賴的顏色 甚至會說Pinkoさえなけていればいい 意思就是說只要丟粉色就對了 因為這些顏色在水裡面對比是很強烈的 可以很明顯被魚注意到 不妨各位可以在水灼或是光線不明亮時使用看看 另外一個推薦的顏色就是藍粉 各家鐵板廠商幾乎都會推出這款顏色 有自然界常看到的藍色加上顯眼的粉色 可以去應對所有狀況 是很萬能的顏色 夜光 近年來漸漸越來越多專家推薦的顏色搭配就是銀底夜光條 銀色在少量光線中也可以造成反光效果 而白線部分就是夜光條 那夜光功能能加強在黑暗中 能被魚注意到 很推薦在水灼的早晨母光或是黃昏夕陽時使用 鐵板顏色使用分配 以上三大種色系搭配 雖然在使用時機上有許多說法 但是一般基礎上來說的話可以這樣分配使用 水清的時候可以用自然色 自然色在水中的對比比較低 所以相對比較不明顯 但是在水的透明度高時 就會弱化這個缺點 魚的眼中就不會有太大的違和感 水灼或是陰天時可以使用顯顏色 顯顏色代表就是金色 金色和粉色 在早晨母光或是黃昏夕陽時可以先使用粉色 如果又加上水灼的時候可以使用金色系看看 夜晚或是水灼到光線沒辦法穿透到海底時 可以使用夜光 夜光條的夜光漆有自帶發光的續光功能 在沒有光線的水中 也可以讓魚看到這塊鐵板 像我自己一開始玩鐵板時 什麼場合用什麼顏色都是靠感覺 但是現在在稍微對挑選鐵板顏色有點想法後 有微微的感覺到重雨率有所提升 選擇顏色也變成是暗泡鐵板的樂趣之一 那這次我們先到這邊 下次還會有其他對暗泡鐵板的支持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有了有了 重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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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謝謝